大家好,今天是同框和心心 心心刚完成名古屋的学业 准备由名古屋去北京 心心,和我们的网友打招呼 Hello,大家好,我是心心 这是华记老师的徒弟仔 我们的网友很关心心心心 因为现在以你的年纪的人 很少像你一样正常 我们今天讲一讲就轻松一点 没有政治的,今天我们讲一讲 不讲政治的 是的,香港人在北京 香港人在名古屋 你作为一个交换生 可不可以讲一下你在北京的学业 和在日本的语言,特飞晚进 首先我们的网友没有心灵感应 其实你现在是在学业上什么阶段 和大家介绍一下 好,先和大家介绍一下 我就是在北京原大学 读着日文系的学生 其实过了这个暑假 我回北京就会大四 就是最后一年 EF4就准备毕业了 E1在北京,E2在北京 E3在名古屋 E4去北京 是 好 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E3这一年 和你E4之后未来的想法 首先讲了在名古屋 看到这张照片 你和一些同学 一齐 是英国的 是,很英国的 有什么国籍? 你和日本的同学 首先,我就要很多谢国家 我的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在E3这一年 给我有这么宝贵的机会 去日本留学 关国家什么事? 因为国家给了这个机会 我可以代表我学校 北京语言学校 就和日本这家学校 有一个交换协议 没错 推选一个交换生 是整家学校里 明古屋唯一一个中国人 在北京语言学校过去的 是的 那你要多多人才行 是的 那今年去了明古屋 就很国家的 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们宿舍 其实留学生又不多 只有20多人左右 但是呢 都有很多国家 我们先数一下 有我们中国 然后有德国 有英国 还有捷克 还有美国 还有韩国 还有特别一点就是蒙古国 就是外蒙古 那你在这一年里 你有什么得着呢? 首先 得着很大的就是我的日文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学日文的 其实我去北京之前 都已经有基础了 都学了两年左右的日文 但是先说一下 我是零基础的 就是我是零基础的 就是我入北京之前 我是 N5都没有的? 没有 真的没有 现在是N1的了 是的 50音那些全都不懂的 那我就用了两年时间 那学校的老师教得很好 那两年时间就学了日文 然后年三一去到日本 原本就以为自己 都没有什么 就是以为自己可能中等水平 那怎么去到名古呢 都发现自己都算是上 很厉害了 就是好小小的水平 那再加上 因为我们的学校 就是我们日本的名古大学 就很好 我们的留学生宿舍 就不是只有留学生 他就特意安排了四个日本学生 就是那间大学的学生 就来住我们的宿舍 就叫做Resident Assistance 就来协助我们留学生的生活 或者大家当交朋友 那我自己呢 就跟日本朋友 就玩得很熟的 这四个朋友都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 哇 就是每天 是不是居住在一起 因为我们的名古屋 就每人一间房 一人一间房 独立房 但是就很接近 就是整个宿舍 都是只有两层 然后大家就每天 朝见口晚见面 就是你有四个日本的朋友 是的 我就一进去 已经坐下有四个日本人朋友 就是现在你跟他用LINE沟通 是的 用LINE沟通 你的日文应该可以比美 我们外交部长王毅 王毅的日文都很厉害 他很厉害 他很厉害 我就没去到 还是努力学习 不过我觉得 自己今年去了日本 真的 去之前 就没有想到 自己一去到 那个进步是这么快 因为你每天 睁大眼起床 都是见日本人 都是不断讲日文 那上学 又是跟老师讲日文 那私底下 当然会跟自己 中国同学 都会讲普通话 但是争取都是讲日文 因为今年 这么宝贵的机会 去到日本 是的 刚才他一来到 跟我讲日文 我不知道他讲什么 那我想问他 是不是 除了日日语突飞晚进之外 那你又香港人在北京 香港人在日本 那你觉得有什么最大的差异呢 譬如你在北京住 以及你在明古屋住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 就是在北京 我们就是 五个人一起住一个宿舍 只有房间 有床位 还有书桌 那三餐怎么解决呢 就要是去学校食堂 要是美团 叫外卖是很方便的 那去到日本呢 第一个最不同 就是要自己搞点三餐 嗯 怎样搞定呢 自己煮吗 是的 因为我们日本大学的宿舍 就有个厨房 共享厨房 都很大的 就是有了炉头 还有些工具 你没理由每天都出去吃 就是很不健康 还有宿舍附近都很方便 有几间大型超级市场 所以我就差不多每个星期日都自己去买菜 然后自己就回去煮饭 OK 即是在北京就有这个饭堂 是的 但是这里就没有饭堂 没有饭堂 OK 这里就要自己煮 那日本有UberEat的 有UberEat 但是完全没有得比 跟中国 那就是啊 你饿了摩 美团 还有UberEat是贵一点 是很贵的 很贵 而且要送很久 是的 那如果你在日本 那你去街市买东西 那你那些很熟 其实都不是街市 都是超级市场 就是自己买下菜 买下肉 然后就回去厨房自己煮一下 我觉得这个也是今年出去 一个很大的得着 就是现在你说吃而已 那你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 我觉得 认识多了很多朋友 又认识了很多不同国家的文化 因为我们常常都 就是 大家不同国家一起转在一起 就 有很多新的突破 很多新鲜感 我觉得 那些同学会问 喂 你是香港来的 那你香港那些 没有自由的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曾经有试过 我想应该是去了 大概一个月左右 然后有个同学就 来问我 就说 喂 你们是不是没有自由的 或者 是不是什么都受控制住的 那我马上跟他说 当然不是 你不要相信所有媒体 你不要相信所有媒体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跟他说 今天呢 你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 因为呢 周庭呢 那些日文就很漂亮的 那他现在都在日本的 周庭就天天在日本 就唱衰你香港的 和唱衰大陆的 他就用那些言语呢 就导日本人 那你呢 为什么要学日文呢 就是要将这些 不对的歪理 就将周庭的东西 指示出来 就说不是 所以为什么你要去学日文呢 就是我们都要 告诉别人 那条黄丝识日文 你不懂 很泽脱的 有些人在那里 骂心心 有没有搞错 心心 你去日本留什么学 你回大陆呢 他不明白 你有个周庭 日日指天督地 那我们有个心心 在那里说什么 什么大陆呢 什么嬌嬌話 嬌嬌違います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完全不是 这句话 嬌嬌怡嬌 是吗 是 我不懂日文 所以你原谅我 这么差 但是心心呢 你 说完之后他有什么反应 他们就 很用心听 都立刻听我说 有什么不同 然后他们就说 原来是这样 因为他日本的媒体 都是那些 你也知道 是吧 是 所以你基本上 现在日日都是被人 刺身猪肉 全部都是抹黑你的 那你以后 逢有些人这样 有些什么 简单的 摩托答案 来回应他们 有时 三言两语 他们很难明白 是吧 是 就是刚才那句 正正那句 是吧 是吧 不过上次问我的 就是一个 德国的德国人 德国的留学生 嗯 OK 现在呢 世界的媒体 你就要 心心呢 你要整一个台 因为心心的优点 他懂日文 他懂国语 他懂英文 还懂什么文 广东话 潮州呢 不懂 你妈妈哪里乡 是温州 温州是否懂温州话 不懂 泰兰 泰兰 都是温州 他就用他的几个 几种语言 就在台上 就要播一些 譬如 英文很重要的 嗯 英文和国语 其实这个 在YouTube 或者在自媒体上面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叫做媒体的战线 来的 如果你可以守得住 这个战线 你令到 我们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们在中国内地 或者在香港的真相 那有没有人问 你在北京都落落学 你在北京的生活是怎样的 就是那些日本仔 他们一开始都好奇的 就说 你一个香港人走了上北京 这样 有没有说北京很封闭啊 主持续 又没有 我觉得 日本的媒体 就会很踩我们中国 但是 我觉得日本的年轻人 可能是我身边这几个日本年轻人 这几个朋友 其实他们都对中国 很感兴趣的 其实说回 可能 普遍上日本的老百姓 都是 不太恨我们中国 就是他们有时候 都常常叫我 教回两句中文 他哪个敢恨 我 日本developer 来的 我们那些 谷公谷到对面 对着我们 虽然我不懂日文 大哥 因为我们请很多人 因为我们都是在日本 找食 找他们的钱 都有雇佣他当地的人 他们基本上 喂大哥 你出钱给他 他原则上 就是上班 都要合乎指令 工作范围内 所以我今天 就想和心心说 喂 你懂日文意义重大 嗯 你可以将他那些 不对的东西扭回正 我想问下 你未来有什么展望 未来 我希望 今年回北京 就 专心学业 再学好日文 然后就 可能 想继续读研究生 嗯 有些网友说 你为什么不拍拖 有什么时候结婚 没有 现在 不是说这些年纪住 还是很年轻 要拼搏一下 这些不业再说 那你未来 就会在北京多住几年 可能 是啊 那在北京 在香港 和日本 你觉得你自己的气候 温度 环境 空气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 日本和北京都是比较干燥的 反而我今次回来香港 不知道是不是整年没有回来香港 即是有一年了 我觉得香港就很湿热了 大哥 现在很热的 是啊 真的很热很热 而且又很湿热 OK 那在北京 即是王菲和谢霆锋都住北京 是 他们都住北京 北京的天气是什么天气呢 北京就有四季的 即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冬天还有得看雪 但又不是说很冷的 即是未去到负二十多度 即是最低都应该负十度左右 然后春天、秋天就比较短 但就很干爽 很舒服 我自己住在北京就超级热 因为我从小到大在香港长大 都没有什么经历过春天和秋天 尤其是近几年冬天都好像没有什么感 即是你北京是四季分明 真的有春夏秋冬 是的 即是你未来这几年都会在北京那里住 是的 好 那我们不如一起支持一下SumSum 首先要订阅你的频道 你的频道是怎么样的 我的频道就是SumSum 你有没有抖音啊 小红书 没有 喂不行了 阿SumSum要将我们在正观正念 即是譬如那些外国人 不明白大陆或者不明白香港那些 他要用英文 他用国语 他用日文 他用日文 international 这些语言 就在国际战线那里 就顶住 好吗 阿SumSum 好 好 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好 好 那我们一起支持一下SumSum 订阅他的频道 然后你快点回去北京之后 就找多几个朋友 组织一个唱好中国的频道 因为你作为一个香港人唱好中国的意义很重大 嗯 是 是 譬如你给一点点时间 你觉得在目前这个时刻 你觉得大陆是令到你比香港好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整个发展都 即是有发展得很快 我们内地上面都 但你问我呢 很简单 现在我们港人就全部北上消费了 你不用说大陆好不好 连所有的黄丝 包括你以前的同学 现在都回大陆去珠海和深圳 所以你就说那些黄丝是否不回大陆 绝对不是 你有没有以前的同学回大陆 有 都是黄友来的 是 但 但为什么他回大陆呢 因为多东西玩 便宜好正 是吧 没得解释的 为什么他不留在香港玩呢 又贵 吃东西又贵出去 即是上面便宜多少 便宜几倍 我告诉你一个消息 只是打完无球 你都已经上了 我懂得有些打羽毛的 高手 在香港的博场 又被人壟断 回到大陆 哇 很多高手 随时打得下 跳过隔壁场 抽十几板 两个世界 你就是说 别说其他东西 只是打羽毛球 所以阿芯芯 你在内地挖多些好东西 就唱好给我们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 其实我去北京 我常常都觉得很冷 很冷的 很冷的 北京 我不知道是不是去都是冬天 去长城又落雪 去故宫又落雪 很冷的 北京 但是我觉得 OK 又舒服 我觉得自己 你不觉得北京很冷的 不觉得 穿多些衣服 可能我旅行又不同 好 那我们就看看阿芯芯 回大陆之后 就出多些片 好 和大家汇报一下 你最新的学业 和我们内地的最新 那些上天下海 你有很多片 有条片是上火星的 你做多些片出来 好 那我们就 会增广见闻 好了 今天多谢芯芯 下次再见 好下次再见 拜拜